据多家日媒报道 日本资贺县东晋江市一名65岁的女性遭遇诈骗 诈骗嫌疑人自称是在国际空间站工作的外国男子 以需要费用返回地球为名 骗走受害人约440万日元 当地警方7日通报称 今年6月28日 受害人通过社交网站认识了一名 自称来自俄罗斯的本案嫌疑人 嫌疑人称自己在国际空间站工作 受害者同该男子相识后 二人在instagram上展开了长时间的交流 聊天记录显示 嫌疑人曾多次向受害人发消息中 自己想要在日本定居询问受害人等 我抵达日本能和我结婚吗 并多次向受害人求爱 不过在交流一段时间后 嫌疑人向受害人索要现金 称称这笔钱是用于支付自己返回地球的火线和着陆费用 受害人信以为真 一个月内连续五次向一个指定账户转账 总额约为440万日元 但由于该男子继续索要大额金钱 引起了受害人的怀疑 在咨询警方后 受害人才意识到这是一场骗局 日本放送协会在8日的报道中指出 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类似打着国际恋情幌子的骗局 目前赫兹县警方也正将本案作为诈骗案进行调查 并敦促市民谨慎交友